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落实MCO2.0 造成首季的租金收入比预期还要逊色 吉隆坡博威年和博威年Elite的净产业收入分别年跌4.3%和46.2% 而Intermark广场也年跌22.8% 此外大门广场在首季还面临了220万令吉的亏损 考量到首季的租金收入少过预期 行家下调2021和2022财政年的盈利预测18.3%和13.8% 行家为师综合评级目标价则下调至1令吉30% 再次线 再次线 开灭 去去去去去去去 Carter 雷 everyone 就 接着 虳